在職業戰場上留下連勝戰機 終於站上了夢想的萬賽場 這位獨臂大俠要來證明 自己在世界舞台上也行得通 兩位選手在擂台上厮殺 仔細一瞧 這一位的右手竟只有一般人的一半 但如果因此小看他 那就會有悲劇發生 精準的拳擊技巧搭配犀利的腿法 這位獨臂泰拳手並沒有被殘疾打倒 反倒攻勢淋漓 內圍控場也能利用天生的劣勢 轉為攻擊優勢 幫助他在賽場上屢戰屢勝 歐斯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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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真人版杨过出生于英国 当年母亲在怀他时其实进行了多次超音波检查 却没有检查出Jack的残疾 因此在他出生的当下才发现竟是一个独臂宝宝 当时爸爸妈妈吓了一跳 但双亲并没有因此放弃他 反而决定鼓励Jack从小就要培养运动习惯 希望他能过着跟正常孩子一样的生活 不过就算有父母的支持 在学校里难免会被同侪投影一样的眼光 在11岁那年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他的一生 某个周五放学时 Jack被搬上一名比他身材高大的同学威胁 要他到操场上打一架 当时Jack知道如果逃避霸凌的状况 就只会越来越恶化 因此前往迎战 却没想到在众人山校起哄围观之下 他三两下就把这位同学给撂倒了 自此没有人敢再欺负他 而这位同学最后也向他道歉 两人变成了好友 这一年Jack对无数产生兴趣 开始练习空手道 自此开启了格斗之路 特别喜欢打击技的他 很快的在格斗领域展现天赋 举家搬到加拿大之后 他打了几场业余泰拳赛事 发现能使用拳腿轴膝的泰拳 就是他的一生之爱 在职业战场上留下连胜战机 终于站上了梦翔的万赛场 这位独臂大侠要来证明 自己在世界舞台上也行得通 3比0一致判定获胜 Jack Peacock这晚的表现惊艳了全世界 就像他曾说过的 希望人们能被他的奋斗故事给激励 他无惧残疾勇敢追梦 谁又该亲言放弃呢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